現場小朋友穿著各式各樣可愛的服飾 無論是知名卡通人物的角色扮演 還是家長發揮創意手工製作的服飾 為的就是要讓小朋友能夠成為全場的焦點 而小朋友也一一上台走秀 增添熱鬧氣氛 覺得很好玩啊 然後很感謝老師辦這麼有趣的活動這樣子 讓小朋友留下一個很美麗的回憶這樣子 我覺得好好好開心喔 大甲托兒所為了讓孩童能夠歡度一個不一樣的聖誕節 特別邀請家長替小朋友盛裝打扮 特別的是這次活動舉辦的地點是古色古香的文昌池 為了配合活動主題及場地 大甲區長也打扮成文昌帝君 並發送糖果及壯元筆 祝福小朋友學業順利 文昌帝君在這邊 讓他們能夠在未來的生長當中 有一個正面的一個成長方向 那文昌帝君是在關心這些毒師的 所以讓他們剛開始就來認識這個文昌帝君 在他們毒師學習的環境能夠非常地健康 小朋友穿著特色服裝在大甲街道彩接遊行 讓聖誕節的氣氛更加濃厚 而校方還安排到文昌池祭拜文昌帝君 這種中西合併來歡度聖誕節的方式 相信在小朋友心中一定留下深刻的印象 記者田兆委臺中常報導